要想打破小微金融的困局 必须把传统金融这个大坨子得打碎 不过说我们再有资本跟他们一起合作 就可以把这小店的那一片一片的小店 团结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 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中国的数字化经济 一定能够让中国在资本市场上翻开一个新的篇章 在这个篇章里面我们一定是领导者 香港就是永远感觉到你在世界 但是呢是人在中国心系世界 也是人在世界心系中国 小家总您好 你好 你当时在卸任那个港交所CEO的时候 曾经说过不想再打工了 现在终于如愿已成 这个现在自己创业当老板的感受怎么样一年多时间 倒也不是说什么不打工啊 一个事情干了很长时间了对吧 也该换换环境了 主要也是觉得想做一些事情 站在中央市场的这个视角久了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大的发展趋势 你很想让这个市场能跟得上 比较难 后来呢就是觉得像要做一些很多新的市场尝试的话呢 可能得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去做 那就该创业的时候了 那所以您这创业一年多时间 你觉得这个自己遇过的最大的挑战有哪些 挑战是每天都有了 因为你整个一个新的事情 整个一种新的方式 新的投资的环境 一个新的投资的基础设施 然后要找到一种新的投资产品 这个产品呢都能广为接受 所以每天都是要想很多的事情 然后呢去探索 最后呢还要跟市场的进行不断的碰撞 然后最终找出这样的方式来 很有意思 我不觉得是什么挑战 是一种一种要很强的好奇心驱动 很好玩 就是您觉得一个成功的或者是优秀的创业者 相比比如说像之前作为一个CEO 需要具备的这个特质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你这个做港交所这样的中央市场运营者的这个主管呢 最重要的问题呢 你要把市场的一切都要想得到 我就想这个金融市场 我是说好像一群狼在这个雪山上走 最强的这些大的银行啊 这个机构啊 像在最强的狼在最前面披荆斩棘的往前冲 脑弱病残很多都在这个中后方 但是这个断后的狼是最强的 那断后的狼一般就是交易所啊 或者是就是基础市场的运营者 这个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呢 他呢没有能力把脑弱病残甩开 你呢要改变市场 你得要拉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市场的运营者就要把市场拼命的往前去推 就是说你的权力很大 但你的责任也很大 你能够产生对市场很大巨大的这种冲击力的改革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 而且你可能在一段时间内 你也就能一两件大事 那创业以后最大的感觉呢 因为这是这件事是完全整新的事情 那每天都得接受新的挑战 每天都得要自己说这样做对不对 我们换个方式怎么样 我们再换个方式怎么样 你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否定自己 然后不断的对新的问题提出好奇 提出新的这个问题来 然后呢找到方案 自我解放的感觉很很大 但是呢你的压力也很大 就是你自己想觉得想清楚了一个事 你们团队觉得这个事是特别好的事 到底市场能不能接受 在中央市场的时候 你知道如果一旦这个事情进行了一定的咨询以后 一定会把它实施 自己做的事 自己创造一个新型市场的话 那还得要真正的想清楚这所有的便便搅搅的问题 然后呢让知道所有的参与者 有可能的需求 和产生的问题 有没有解决方案 所以这个呢是一种 不断的探索的过程 而且是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在 对啊 对你现在 现在当然已经是开始在投了 对不对 你这个投了以后 当然呢 因为投资这个事呢 我们是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方法 他不是说投下去以后 等十年以后再说 当然好在我们这个呢 是一种新型投资 叫做每日收成合同 DRC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投完的第二天 你就开始知道你投资的情况怎么样了 你每天回钱的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信息 这种投资方式呢 等于我每天都在退出 每天回的钱等于是这个 不断的递减的这个 你的风险管控 在慢慢慢慢的完成 你的钱一点点再回来 所以他的这种反馈速度 和反馈的机制很强烈 你也很快就知道 你的投资是不是投的正确 有没有什么新的问题 从当时推动 比如说两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到现在创立低贯通 您之前一直都把自己的定位 是一个水利的工程师 当初创立低贯通的初心是什么 金融市场就是通 对吧 这个水呢 它就有它自然的规律要流 当时的互联互通呢 是两块很大的水系 中间人为的分开了 但是它有巨大的这种 互相交易的需求 因此怎么在这个 把这中间的障碍去除 但是呢 又把这个中间需要的 让这个水不要大惊大惆的这种风险管控 洪水管控的措施要把它搞好 今天做的事呢 是因为传统金融呢 底层资产都是大的上市公司 那么这些上市公司呢 全世界也就一万多家上市公司现在 每天交易的恨不得也就是几万家上市公司中间的 百分之二三十 真正有交易量 等于是全世界的水 央行 老百姓的钱 最终落实到股权类的投资的时候呢 就在一些大公司层面 然后在一些银行层面 但是由于小微企业在血液系统的末梢 它呢是在这个经济的深途之中 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能够让这个水源呢 能够在不浪费 在高效的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把它这个接到我们的根部 那就像比如说中东没有水 既不下雨也没有河流湖泊 那么怎么解决农业问题 就是靠这种滴灌的系统 就把一个小水管 接到每一个植物的根部 那么呢 今天的中国呢 由于我们的数字化的广为普及和深入 我们每一个小店 今天已经不是在现金在交易了 都是已经各种各样的支付工具 完成了它的收入的数字化 而且这个数字化的完成以后呢 你又会发现大量的小微企业 小店呢 中国的连锁化也在全面的发展 咱们有七千多万家小店 连锁率才20% 美国已经都70%了 那这个连锁是小微店面发展的前途 因为一个夫妻店 完完全全靠自己 咕咕嘟嘟的在街边开个店 它的风险就是很大 存活率很低 怎么能让这些劳动创业者的小店 能够更专业化的组织起来 更有一定的供应链 把它们串联在一起 有很好的管控系统呢 让他们逐渐的标准化 让他们的整个的合规 都能够做得很好的情况底下 然后呢又给他们一个品牌的支持 这些物理型的这种组织形式呢 最终是需要在这个血管里边有血 有生命力住下去的 就是要有资本 所以说我们的理想呢 就是用资本做纽带 把各种各样的资源 你的供应链资源 品牌资源 然后呢同时有一定的资本 能够开一些店 同时最后的话呢 就是你的这个每天的收入的这些 现金管理和各种各样的这种软件 财务软件的配套 如果说我们再有资本 跟他们一起合作 就可以把这小店的那些 一片一片的小店 团结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就是低贯通 就是一点一点的钱要低下去 所以说低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不能找几万人 天天在街边去找 我们所以说就是顺藤摸瓜 藤就是这些连锁店 我们先看这些藤 我们传统金融的话 你这个藤要太小 就20家店 30家店 100家店 银行不敢给你借钱 然后呢 你也没有太多的抵押物 你要有很多基本投资 你需要很多的店来消化这些成本 可是开店又需要钱 投资这些东西又需要钱 可是开店的钱呢 你银行又拿不到 很多的传统的PE啊 VC啊 你太小的时候 他觉得你不一定长得大 他还想等你再长大点 就有很多的藤 长得很大的藤 很多人去追他们 但是很多藤不一定很大 他很小的藤 但是他可能在当地很成功啊 因为成都有个什么火锅 他就是那个地方很好 30家火锅每家都做得很好 能让他再给他钱的话呢 他就再开几家 但你一定要让他开到200家 300家让他冲出程度 他不一定能成功 对吧 我们有很多的藤 如果他能够就三四十家店 也能过得很好 那就是需要有人给他出店的钱 他呢 等于做管理 然后呢 在当地能找到好的租的地方 也能找到当地的愿意干活的劳动创业者 这样小店就可以在藤的这个这种连锁店的安排和组织下呢 越来越专业 所以我们现在呢 开始投的都是投已经在一个藤上的店 所以我们这投呢 就是顺藤摩瓜 我不投你藤 我投你的瓜 过两年你这个 这样的话 你藤将来非好成达了 我也不占你藤的股份 但是呢 我投的瓜呢 每天要分钱 我们投完了以后顺藤摩瓜以后 但会不会贪博这个藤的收益呢 那我要投 他肯定得贪博一些了 但是要传统股权 我就贪博他一辈子 他将来上市 我也得占他一辈子的股权 而我们这种投资呢 每日收成合同呢 首先我和他共苦 就万一这小店不成功 不用还这个钱 所以有点像股 但有不像股呢 一辈子跟你 要占用你的这个整个的股本 我这边呢 就是说在承担风险上 有点像股 但是在我的回报上面 我也有点像债 我那个债不是说 我要固定收益的发债 或借贷 我是说我的回报 是和我的投资量之间 有一定的关系的 就是说我的本回来了以后 我还在收多长时间 多少本 我是和你的收入比例挂钩 就是有不确定性的 好了有可能比债好 好很多 坏了呢 有可能就 啥也没有了 人家也不用还我 债我是承担的股的风险 然后呢 又不参与股的一切 但是人家会问 那你们这投资者傻呀 对吧 你比债业也略厚 你比股也略厚 不搞金融的人都不知道的一个重要的呢 就是每天回钱 这是一个有个再投资的机会 所以我的希望的这个回本身 这个投的钱呢 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就可以了 不一定非常好 一般都可以 但是我每天的拿钱 我马上回来以后又可以接着投资了 我的资本的利用率很高 也就是我的IRR可能会很高 但我每个从小店里面拿来的钱 那小店真正支出的成本 应该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我们的大致的估计呢 就是一个小店 投一块钱开个小店 那个小店一般也就是四五年的周期 大概能回四块钱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开店的 投一块钱赚四块钱 那他没钱怎么办呢 我投一块钱 他赚四块钱里面要分我一块五左右 他拿两块五左右 一般大概都是这么一种 所以他是很乐意做这个事的 他靠血汉和努力去挣这两块五 我呢靠我的财务贡献挣我的一块五 我们各取所得 但核心呢 我是每天收钱的时候呢 我在他这好像只赚了一块五 可是我钱回来也在别 就是我还在接着不断地赚 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双方呢 把利益风险回报 所有这些东西呢 把他利益呢都摆在一起了 你当时是琢磨了多久 这个构思前前后后 这也是大家慢慢慢慢 这个一种好的产品 就像那种工具呀 你得磨啊 磨那个刀啊 那最早的构思什么时候 最早的构思呢 实际上在港交所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些事了 你当时有说过什么数码的一些 因为当时知道 要想打破小微金融的困局 必须把传统金融这个大坨子得打碎 越碎越好 越碎你就 碎了你就可以把它重组 但是碎你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就必须得数字化 你都必须得要 不能靠人再去做了 我们就是把金融中间 以前传统金融呢 这个股票的发明 公司的发明 是人类的重大发明 传统金融呢 只能把钱集中起来 给大公司做大事 今天的问题是呢 我们的小微企业呢 已经数字化很好的情况底下 就没有必要再把什么事情都组织到了 非得等到它这个大藤 变成很大的以后 我们才能投资它 为什么在它的生长期不能投呢 很早就可以开始投 那要改变一种方式方法 每个生意那么复杂 我们先把它归到大公司 我们用会计准则把它归进来了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保表 这样的我们就得要一批人先到商学院 得学了一堆那东西 戴个大后眼镜 我们才能看懂这一切 各种各样的CFA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整个传统金融的成本就巨大 你公司如果不够大 你付不起钱 让这么多的人帮你做这些 整个金融融资 资本的这些事情 可是今天那个既然已经底下很清晰了 不仅能够知道它收入在哪 而且这个收入是可以截糊的 我可以每天直接数字化截糊 这个在中国已经是天天分账体系 已经都完全健全的情况底下 那我们就在这直接给你小店投资 也别管你是债是股 反正咱俩说好一个合同 我给你多少钱 换多少钱 每天拿多少钱 我们就直接从这系统 系统里边就做了这些事 但这个就像您刚提到的 跟传统的PE还有VC来比 他们就是可能有一大帮子的专家 来研究整个行业的发展的周期 我们低贯通这个模式 它的创新就在于我们放弃了这一套的方法 我们自己独创了一套 就是基于一个大数定理来整个简化投资 你说这个很重要 就是大数准则 就是说低贯通 传统的PE和VC 投资者投进去以后 你实际上是投了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帮你分析 低贯通 我们是一堆臭皮酱 我们不懂哪个小店好 哪个小店不好 但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 各种各样的数据的分析 靠每天把事情拆到每个店 把收入拆到每一个天 做一个规律性的大判断 我们只能是说这种店 正常情况底下 应该来说 在这它能活四年 它大概回本周期是两年 然后剩下两年还能赚多少钱 那我们如果投这样的店 我们要求跟它回本周期也差不多 事后我们的回报低一些 大数准则出来一个规则 我们跟它谈的时候 就是谈一个时间轴 和一个参与比例的下降幅度之间的一个关系 如果我很快我钱就回来了 就本钱回来了 我后边的回报就要低一点 如果你挺长时间才往那本钱回来 那我后边的回报还是要继续高一些 我关心的是像它这样的店 是不是基本会符合那种大数的准则 我反正投很多这样的店 总有一两个有这问题那问题的 但只要我的整个的组合都很好 因为实际上就两种极端 你要么是银行 你的回报是有限的 因为你就收个利息就完了 那就意味着你对于风险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因为一旦还不了就变成你的坏账了 所以说你天天想的都是 怎么能把坏账降到最低 关心它能不能还上钱 对 而另外一头是VC PE 他们可能投十个项目 七八个都不好 但是成功的一两个 有没有可能一百倍的回报 所以他关心的是有没有巨大的回报 风险无所谓 我是在中间 他们是在找参天大树 或者投的事情至少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但有可能腰折了没长成 我们投的基本就没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但我只是投的刮 刮完了以后到了季节他就走了 所以我们是一个小花小草 春天来冬天走 所以说我们是个大树准则 不断的去投 只要在他这个短的生命周期中间 我们能拿到核里的回报 我们之间的利益就是非常非常地相符合的 那现在如果就是应该投了超过1000加点 整个的这个方法论的验证的成果怎么样 对 我们本来是我们有个百千万计划 一级路过百 今年上千 明年上万 百计划是跑通 这个系统能跑通了 千计划就是碰到问题 找出方案 开始进行模块化和数字化事件 所以这是今年本来是千计划 但那个速度之快 我们自己也都很surprise 我们八月底就签计划了 现在已经都到1200了 年底估计是上不到2000 但1500 6、1700是应该有了 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的投放能力 差不多已经到了三四百了 很快就年底应该到500了 明年年终就应该能上千了 所以说万计划就基本上是 能不能打规模的 真正的能够批量的退出了 但现在比如说 虽然整个的资本市场 还是在一个寒冬中 但是我们低贯通之前 也有很多重量级的投资者加入 对于这些投资者 您是怎么来说服他们 或者他们关心的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模式 这样投资 我觉得大家都很明白 传统金融的挑战和问题 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模式 在理念上 在逻辑上 大家都有很多的共鸣 同时 如果成功了以后 它能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 无论是共同富裕 支持劳动者创业 影响力投资 比如说之前 在您的带领之下 港交所就推出了18张A 生物科技这方面的改革 上市改革非常的成功 现在港交所也在进一步研究 如何放宽 大型科技公司来港上市的门槛 你怎么来看改革未来 如果推的话 对整个香港的股市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肯定都是向好的方向 在发展 您之前在港交所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面的 因为首先那个时候 你最核心的解决 眼前规模最大 问题解决了以后 有可能影响 这个效果最大的 那个板块 就是18A是一个板块 这个VR又是一个大板块 这两个大板块 那是属于巨大的需求 就已经在那 你要赶快的把它的障碍拆除 对吧 那你这个大的板块 拆除了障碍以后 那你一系列一系列的 还可以去看嘛 如果说这个企业还没有收入 但是也还没有别的其他办法能确认的话 那可能就靠规模 那这个毕竟就是 一个比较窄的 一个具体的方向 就这种 没有收入的公司是很多的 硬科技的公司也很多 但是呢 你又没有 不像18A 你有一个药品监管者 来帮着你把关 没有东西把关的情况底下 怎么来平衡这个监管风险 那你至少市场已经认为你很大了 那就是说大家有很聪明的人 已经把钱给你 已经让你变成这么大一个公司了 监管者是不是也可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相信市场的聪明人的判断 那这个东西 你要想把它又做得很客观 就只能靠这种市场规模 来作为一个限制了 就是从一个硬性的指标上 另外就是香港资本市场 就是在您这个带领港交所期间 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 这个改革的措施 成为了全球金融市场的 一个高地吧 可以说 您怎么来看 就是您当时提出 就是香港的这个角色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 或者远景应该是 立足中国连接世界 拥抱科技 就是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它怎么样更好的 这个实现这个愿景呢 我觉得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 和这个整个的这个轨迹都很清晰 一直在往前走 这个市场是需要把有些障碍去掉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很多特别的干预政策 就是有些核心的 我们的这个通用法系 要保护这个 这个司法独立 要保护 对吧 这个高度的市场运作机制 要保护 这个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没有变 只是这两年的挑战 都和你这个市场本身关系不大 对吧 都是地缘政治的挑战 疫情的挑战 整个全球货币政策的挑战 等等这一些 全球范围的金融市场中间 都会引起很大的震动 未来的一两年一定是不平凡的 是动荡的 香港也离不开 但是希望这个疫情逐渐过去以后 对香港影响最集中 最严重 最让大家好像有点要 这个绝望的这个时期呢 已经过去了 最后小家总 问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 你之前也说香港是您的家 然后在香港生活工作了 这个二十多年 您的这个实业生涯里面 很多的高光时刻都是在这座城市发生的 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城市它最大的魅力 你是在哪些地方 最大的魅力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是最国际化的中国市场 或者是最中国化的国际市场 这是它最大的魅力 你如果热爱中国 热爱中国的一切 你也热爱世界 热爱世界的一切 你不想失去一些国际上的视野和习惯和每天的生活 你又不想和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不能够天天感觉到祖国的存在和自己家乡的机会 和你在这里面能够发挥的作用 所以说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有这样的 有这样两种感觉 所以您在就是各个也在国外生活过很长时间 就是去过不同的地方 从您自己的这个感情 或者这个从自己的心底来说 是不是香港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香港就是永远感觉到你在世界 但是呢你是人在中国 心系世界 也是人在世界心系中国 因为只有在香港 你可以时时刻刻的知道 感受到你是中国人 你也是国际人 你生活在中国 你生活在地球村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对于比如说您的这个低贯通的这个创业计划 是不是也必须是在香港 或者是这一定是跟香港有关 低贯通的这种模式 它目前投资的底层资产呢 就低贯通这种模式呢 目前只能在中国 因为中国是个无现金的社会 我们这个模式要求你的收入 是数字化的收入 可以截留的收入 这是你的业务 核心模式的核心基础 因此在全世界 其他所有的经济体中间 大家还有大量的现金存在 一旦有现金存在 我作为一个投资者 是我看不到 摸不到 我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 做这笔投资 因为我不能 把一切放在对你的信任上 所以这种模式呢 目前呢只能在中国这个已经完全 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中国的数字化经济 一定能够让中国在资本市场上翻开一个新的篇章 在这个篇章里边我们一定是领导者 别人会跟着我们走 由于我们的数字化 我就很希望能够在金融市场上 中国第一次有机会重塑规则 重塑游戏的规则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以这种形式投资 真正的才能让这个金融呢 回归实体 回归土壤 这是我们经济生活中间 最基础的毛细血管里面 末少的小微 因为那才是我们最有活力的经济的基础 你说了这个就是重塑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规则 那香港可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说我们的这种业务模式呢 只能在中国做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也就 中国人自己的钱玩也可以 但是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这种 这样的一种金融游戏 没有这样这种投资的模式 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很重要的就是吸引外资 国际资本 造就了我们的工业化 造就了我们的城镇化 如果今后我们地贯通这样的模式 能够广为推广 真正的成为一种 可以上量的大规模的投资方式的话 再一次的造就新一轮的对中国的投资 而这种投资不再是华尔街的游戏 不再是有钱人之间的钱和钱之间的游戏 是真正的钱和实体 钱和生土 钱和小微之间的深度联系和投资 让投资真的回归本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如果能够成功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是不是这个就是你说国际的钱 投到中国的小微企业 他也会就是经过香港 我们地贯通交易所就是在香港 对吧 那香港呢 有可能在一种新的规则里面 连接世界 连接中国 所以最后地贯通就是实现了你当时在 实际上就是立足中国 连接世界 拥抱客气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 我一直的这个理想 港交所的理想 我觉得在地贯通 其实也都是一脉相承的 立足中国 连接世界 拥抱客气 这三点都在地贯通里面 充分得以实现 好的 谢谢小家总 好 谢谢